宣布延長兵役一年 又傳出警政署打算要成立 保八總隊 負責保護國家重要的基礎設施 在一黨炮轟 民進黨執政 連警察都要軍事化 而王健宣更是要求 民進黨若是要挑釁對岸 那麼大官就應該要先承諾 一旦打仗 不會先逃走 既國防部宣布 恢復一年兵後 傳出警政署再規劃 打算要成立保八總隊 專責電廠 遊庫 水庫和機場等 國家重要基礎設施的防護工作 現在大家都還在討論 警政署有沒有要成立保八 我不是很清楚 蔡政府堅持聯美抗中的後果 就是讓友邦從22個 變成剩下13個 越斷交 外交預算反而越多 從222億到現在突破301億 從Genova打算徵召青年 到全民要拿AK47打象徵 甚至還打算成立保八 把警察當成軍人用 各界質疑蔡政府 為何急著當美國的敢死隊 難道戰爭真的進了 你這叫做三八總隊吧 不是保八總隊吧 警察都不用辦案了 我們小老百姓的身家 財產安全靠自己 然後去成立一個保八總隊 來向美國證明說 我們已經是刺猬了嗎 那我們什麼時候 要去買那100萬支AK47步槍 什麼時候要去跟補丁買 蔡英文要趕快回答我們這個問題啊 馬英九附入呼籲要和平避戰 執政者卻把台灣搞得像戰場 要選總統的王建軒喊話 執政者大觀想挑釁隊案 得先做表態 將來有一天台灣完蛋的時候 你們會跑掉嗎 你們手上有沒有美國的綠卡 要登記出來 才表示你真正是愛台灣 台灣將來有什麼三長兩短 我跟你們保證 我王建軒如果沒有死 我一定在台灣 我不會跑到美國去的 怕火不長眼 也不會分顏色 若台灣真誠戰場 那全台百姓恐怕都難逃 崩火威脅 記得和我們繼續過好 SNS